众说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北京时间1月18日,NBA常规赛迎来焦点对决 胡人主场迎战独行侠 胡人此前战绩20胜21负 排名西部第10,球队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缺少投射点,胡人的三分球命中数 一直稳居联盟倒数第二 拉不开空间,内线面对的防守压力加倍 不过农美本赛季场均25.1分 12.2篮板3.6助攻2.5盖帽 攻防均衡,出勤率极高 数据统计显示,农美赛季至今出战1411分钟 排名联盟第四,仅次于科比怀特、德罗赞和兰德尔 有媒体和球迷会质疑詹姆斯攻防两端 没办法稳定发挥 但詹姆斯对位防守时 对方命中率只有40.7%,全联盟最低 还有人在说詹姆斯防守不行 包括在一些关键比赛中 胡人绝不手软 本赛季双杀太阳,双杀雷霆,三杀太阳 包括拿到冀中赛冠军 这些关键场次 詹姆组和攻防两端都值得信赖 但唯一的问题是 漫长常规赛 39岁的老詹缺乏持久性 胡人一定需要第三稳定得分点输出能量 相比之下 独行侠开局战绩24胜17负 在12月份欧文受伤时 冬琪琪单月做到场均37.5分 8.9篮板11.1助攻 冬琪琪因伤缺阵后 轮到欧文带队 欧文在近五场比赛中 场均又轰下37.4分 6.4篮板 6.4助攻 简单来说 东欧组合都具备极强的爆炸得分能力 在休战八天后 东琪琪在今天迎来复出之战 独行侠首发 欧文加东琪琪 加小哈达威 加德里克琼斯 加莱夫利 胡人首发 拉塞尔加利夫斯 加普林斯 加詹姆斯 加农梅 开局东琪琪和欧文 就轮番魏秉莱夫利 詹姆空间后 农梅连续侧应 带动里夫斯和拉塞尔 空切上篮 两队比分交替上升 中端东琪琪和小哈达威 连续单打 詹姆斯甚至上空篮都不中 不过农梅中投家 补扣带队 一波流反超比分 后半段 詹姆斯终于扔进三分球 克里斯蒂和巴斯雷两人内外开花 节目欧文三法直血 第一节 胡人32比26 领先独行侠 农梅在进化 不仅是终结 关键是围绕他这一点的侧应 发起进攻战术 第二节回来 东琪琪连续单打得手 巴森蕾自投自抢 单手批扣 詹姆斯自投自抢补篮 打听独行侠 欧文的手感并不好 当独行侠破进分差时 李福斯和拉塞尔下起三分语 农梅副角度还能投进 节目农梅跳投 但无虚发 整个上半场打完 胡人53比55 领先独行侠 詹姆斯9分3助攻 农梅16分8篮板5助攻 也在向约基奇进化 拉塞尔13分 独行侠这边 东琪琪20分9篮板6助攻 欧文只有3分3篮板3助攻 来福利12分7篮板 小哈达为10分 美眉列出一组数据 本赛季当东琪琪在场时 欧文场均只有24.6分5.1助攻 东琪琪不在时 欧文场均30.6分6.6助攻 下半场开打 欧文上篮终于打破得分荒 农梅继续造杀伤 但此后风云突变 拉塞尔突破勾手 加追身三分球 农梅顶着东琪琪上篮打进 分差到两位数 暂停回来 詹姆斯追身三分 加普林斯跳投 加拉塞尔的三分球 独行侠传球失误 普林斯反击空间 再度打停对手 后半段 詹姆斯和拉塞尔续上三分 虽然独行侠 哈迪和克莱博 回应两季三分球 但节目农梅 抢断自己完成2加1 随后大号场两分再重 胡人拉开20分分差 节目格维亚绍 三分直屑 三节打完 胡人97比80领先独行侠 詹姆组合都在串联 胡人整体打得很流畅 第四节决战 拉塞尔挑射加轰三分 巴孙磊和范德比尔特 连续造杀伤 分差拉开到23分 东琪琪带动莱弗利和琼斯上分 詹姆斯强攻完成2加1后 助攻范德镖爆扣 两队维持在20分分差左右 随后五分钟 李福斯追身三分轰进 随后克里斯蒂也命中三分球 暂停回来 独行侠换下主力缴械投降 比赛进入垃圾时间 最终 胡人127比110 大胜独行侠 胡人迎来两连胜 自从季中赛夺冠后 胡人的整体状态一落千丈 球员们似乎都进入了疲惫期 以往凶猛的打球尽头 基本上都消耗殆尽 在这段期间 拉塞尔的问题尤其严重 作为一个曾经的准拳明星球星 拉塞尔一度经历了大幅度的降级 从上赛季被寄予后忘到 签下廉价合同再打一年 这无疑是个悲惨的事情 但赛季出他优秀的表现 让人以为他要逆天改命了 结果 事实证明 这只是昙花一现 胡人队也开始意识到 即便拉塞尔的合同并不大 但他的心态 以及打球状态的波动 对于球队的伤害 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 胡人队之前天真的认为 文森特能够代替 小黑师罗德的作用 现在面对缺少防守加突破的后卫线 他们只能是追悔莫及了 但本赛季 胡人队还是有所追求的 即便西部赛区非常狂野 他们也想尝试一下冲击总冠军 所以 胡人队试图从后卫的交易入手 升级一下后卫线 据报道 胡人在发掘公牛队的拉文 德罗赞与卡鲁索的交易无望后 对老英队的后卫 德章泰莫里发起追求 然而 老英队对拉塞尔并不是很感兴趣 李福斯与克里斯蒂是他们更加青睐的球员 而这一下 就让胡人队有些马爪了 很多人认为 相较于准全明星级的后卫木雷 李福斯与克里斯蒂是可以放弃的资产 那么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胡人队想要补强 真的只能交易木雷吗 客观来说 如果是这种交易方案的话 这并不能让胡人队的情况变好 有关李福斯与拉塞尔 胡人会交易谁的问题 根本无需讨论 胡人队如今的状态确实不好 现在已经快要赛季过半 他们还持续这样糟糕的表现 让人很紧张 而无论是管理层 还是教练组 对此都很有意见 因为季中赛的夺冠 已经升价了他们的目标 西爵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可是 如果按照这套阵容 来进入季后赛的话 那么 西爵应该已经是上线了 毕竟 他们的缺点实在是太明显了 拉塞尔与李福斯 都是防守不佳的小后卫 在文森特受伤的情况下 两人的使用率都很高 很多时间内都需要 却也很难藏住两个漏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 胡人队不断尝试更换阵容 拉塞尔都已经被送去替补了 但这样也无法缓解球队 赢球困难的情况 所以 拉塞尔或李福斯 球队的两个漏勺 势必要送出去一个 胡人队有意木雷 李福斯虽然是个优质资产 但也没打全明星级别 胡人队真的应该交易吗 据统计 整个12月 小李福斯 场均18.5分 4.9助攻 4.2篮板 三项命中率 52 42 92 累计正负直加36 这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数据 对于一个没打两年的 新人后卫来说 能很快成长到如此地步 实属不易 当然 木雷的数据同样不差 赛季至今 木雷出战29场 场均34.3分钟 得到20.3分 4.4篮板 5.4助攻 投篮命中率46% 三分命中率38.2% 个人表现还行 只不过 他与特雷扬实在是有些不适配 从数据层面 李福斯显然不如木雷 而个人的技术特点来说 木雷稍胜一筹 李福斯擅长投射 虽然不是核心球星 但有传球 一手硬解能力 与突破造杀伤能力 都受到过季后赛的洗礼 是那种打强队 也完全不畏惧的类型 事实上 他的弱点就是 控球一般 与防守有心无力 木雷则是加强版施罗德 一手个人突破与防守能力 都可圈可点 有传球与篮板 但是 三分球与中距离投射方面 就有些捉急了 效率也达不到顶级 而他同样在季后赛 拿到过场均20加的个人表现 也不算是水货 两人目前并不是一个 档次的球员 所以 如果纯粹是李福斯换木雷 那应该还是赚的 但是胡人队 却并不能这么做 因为即便换来了木雷 如果无法换走文森特和拉塞尔 那同样是很亏的一件事 首先 拉塞尔虽然偶有亮眼表现 但他已经多次证明 他在季后赛 就是个进攻超低效 而且一点防守都没有的球员 一旦进入关键胶着战 他很难像李福斯那样 有骑兵般的破局表现 其次 文森特的问题更严重 他上场的一段时间表现一般 与球队没有化学反应就算了 关键是他现在根本打不了球 季后赛能不能上 还是一个问题 还有更关键的 木雷虽然打一号位 但他也不是什么持球功能力 达到顶级的的球员 到了季后赛 他与胡人队 有没有足够的化学反应 还是一个问题 如果配合不好 他甚至不如李福斯好用 更别说 还要搭一个 有可能像3D培养的克里斯蒂了 所以 如果主要筹码是李福斯的话 那么 胡人队根本没必要做这笔交易 李福斯的性价比很高 合同廉价 极战力强 即便他防守端被追着打 但他的进攻性 是很多球员替代不了的 当然 如果胡人队能够让拉塞尔 作为主要筹码 交易木雷 那才是大转特转 让有高度 有防守 能稳定打首发的木雷 与进攻性很强的李福斯搭档 那对手面对铁桶镇的防守 很大可能没有点名的机会 但老鹰队也并不傻 他们真的需要 拉塞尔与文森特这样的球员吗 所以 胡人队放弃这个交易方案 才是最佳选择 据胡人记者 周文波在播客节目中 谈了胡人队最新交易动向 他表示 因为老鹰需要李福斯 所以胡人队已经放弃 对木雷的追逐 正将目光放在 三地侧翼球员身上 以此来增加球队的整体实力 胡人队想要一个三地侧翼 那么筹码会是谁呢 这很显然 拉塞尔是交易的最佳人选 现在对于胡人队来说 让李福斯打踢补 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了 根本没必要去让合同更大的 拉塞尔进入替补席 首发不行 替补没必要 现在 拉塞尔在胡人的位置 实际上是非常尴尬的 不管他承不承认 他现在就是胡人队的短板 对于胡人队来说 拉塞尔不交易 他们季后赛就永远没有保障 毕竟 多少他也是个 两千万年薪的球员 如果真的彻底 让他打替补 这样浪费对一支 自在争贯的球队来说 还是很致命的 那么胡人队还有其他的交易选择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